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带来这场女单的决赛 李小霞对德国的吴家托 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一比一平 我们从这个场上的脸部表情来看 李小霞还是和昨天比 我记得昨天把场上那种傻戏打戏 今天还是有点紧 还没出来 还没出来 可能还没交上劲 这次大众杯国际乒乓球精英赛的总奖金是25万美元 冠军将获得5万美金 加上一部大众汽车 另外呢 这次比赛各协会是献报一人的条件下 排名最高的8名男女运动员将参加比赛 女子是李小霞 西班牙的沈彦飞 中国香港的江华军 福元爱 德国的吴家多 韩国的金景鹅 新加坡的冯天威 和荷兰的老将李娇 最终呢 是前四名 李小霞 福元爱 吴家多和李娇 爆出冷门的是新加坡的冯天威 也是前几名的这种人 但是呢 是2比4输给了荷兰的李娇 首轮就出局了 从这几来看 李小霞 在悬转上还是正手的悬转 还是比较强 一定要避免就吴家多正手的这个一顿狂拍 对 拍这个球 确实拍 如果你这能拍准的话 比胡拳球更有威胁 更有威胁 能拍准 所以现在吴家多是正手拍的很准 所以要给正手的话 已经有点质量 是吧 要不就不要给正手 好球 好球 确实对方的反手相似能力 还是有一定能力 在这玩意 吴家多呢 有机会压到李小霞的中间 使李小霞 在调节上出现一点小问题 反手非常凶 对 拉完一板 第二板弹击 因为对手很明确 就是说我想赢你 我必须打出你 超出你想象的球 超常规的球 对 超常规的球 像刚才这种球 就带有一定的冒险 或者搏刹的程度 正交打 其实就是说 他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多 他包括他正手的搓球 包括他的这种节奏 好的 拉住 拉住 反手甩 对 其实这个球 李小霞能够全面能发挥出来 他的球能够大刀阔斧的 在中台进台 都能够甩手发力 正反手的 这种实力高质量的 加力弧圈 这种抢冲抢拉都应该有 刚才这个球 就是连续给他正手 今天李小霞的 这第二板拉球 失误的比较多 第一板拉完以后 对方防过来以后 第二板的拉球 自己还是 总是准备不充分 或者就是李小霞 他对对方的球 他拉完一板 对方的球过来 有点飘 有点 对 有点悬着 因为他反手防过来的球 就是有点 就像你说的 有点飘 不太正规 保持 这时候这分 很关键 对吧 如果这个相处说的话 对对方的士气 对吧 确实能提升 这个时候 拿下以后 我想对后半局的比赛 都有帮助 另外还是要从根本上 能够解决问题 就是最根本的 我觉得就是李小霞 应该他更好的这种 去发挥 另外他能控制对手 我感觉是现在 不要基于 是吧 靠对方失误 还是要基于自己主动 去得分的球 要多一点 对 对 主动进攻 或者主动上手 的 反手拉起来 这个球着急发力了 现在他别扭在哪呢 就是说对方 在相持的时候 对方也不乱丢 李小霞呢 他也拔不出手 也只是相持相持 就看李小霞的 这个机会 如何去创造 对 现在你就 第一板 对吧 对方防守好的 你第一板拉不死 你要有他 第二板准备的意识 好的 你主要有第二板 第三板 两板等着他 我想你就够了 这时候对手最容易在这时候 他就出现发球强攻 咱们所谓的波赛 像刚才这板反手冲 是吧 前面一个没有 对吧 到了这时候以后 他下意识就会出现这种局面 这球 吴家多呢 也是一个很强势的技术 所以他在调动对方的正手之后呢 他反手拨这板球 他还是很有把握 你这种球经常看到他在比赛当中运用 从表现上 李小霞 我认为还是偏保守 是吧 所以这不敢自己主动的 加质量 加变化 从场上的面目表情就能感觉到 你不要看李小霞表情 你看师导表情也挺严肃 因为师导 你说韩神导 你可能最有经验 作为主教练 像这种比赛 坐在底下决赛的时候 什么心情 我相信我们的教练 是吧 应该说都是心还很定 我相信这一点 是吧 毕竟我想 七局四手 是吧 在这种比赛 我相信我们的教练 是吧 在比赛 指导 变化 这个运动 包括昨天 012落后的情况下 是吧 连反四局 是吧 这就是体验一个教练员的指挥 能够抓住对方的弱点 因为前面打的时候 双方 对方特别容易出现 一些波杀 我们一年相对容易出现一些保守 随着比分的变化 我相信我们一年状态会慢慢的越来越好 这个球太观念了 这个球打丢这个利奥霞心理肯定会特别的 这个球应该说是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 利奥霞我们还用测身 用反手拧起来了 是 如果搓的话 这个球你看 这个吴家都已经侧身等着你要拍你去吧 是个转机 对 拖正手 出击 行程相持 好球 这样李小霞呢 11比9拿下了第三局 前三局打成2比1 我们还是稍后继续为您带来这场民主单打的决赛 好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在广州天河体育馆进行的2011年国际平方球精英赛 李小霞对吴家多的决赛 前三局的李小霞是2比1领先 刚才这局很关键 是 特别是酒瓶李小霞这个变化 我觉得起到了非常关键 那个球吴家都没打招 没打招 没想到 这个球拧得有点侧旋 所以对 对手没有对上点 好 我们再来看 我觉得李小霞拿下第三局之后 可以说形势 对 会有很大的变化 会能够使自己更加放开手脚 对 因为从目前来看 李小霞如果发完球以后直接得分的变化 这个现在还不是很明显 必须得有后机板跟进 才能达到效果 漂亮 我们经常说人啊在往往 看 困难的时刻能顶过来 对 他这口气就一下就上了就顺了 对 所以李小霞呢在这局当中 我觉得他更能够更好的去发挥展示自己的实力 好好球 现在已经没法打了 现在有点 哎 我希望他能够继续扩大这样子 对吧 有时候就是这样 比赛有时候就是一两个球 全身都是球了现在 现在李小霞呢他的整个这个技术啊 他给哪有哪 对 然后有机会就能发力 现在李小霞稍微打开一点 其实 其实也很正 对吧 因为 因为你作为运动员 他本身来讲 对吧 他自己认为比对手高的时候 他开始他也不希望开出 他怕冒的风险太大 万一打不到 正常 对 所以先给你摸摸 先给你打打看 能够稳一点能赢 就可以 但是看出现问题以后 他他最后慢慢会调整 现在李小霞要做的就是 怎么把这个优势转化为盛势 抓紧 把这几个球 刚才这几个球出了就 比较随意了 是吧 一定要每分球要扣紧 是吧 昨天我去打敷衍 就是后四局 就是这种感觉 打得真好 说句老实话 昨天富岸打得也非常好 对吧 也是超水平的发挥 但李小霞打得比他还好 有了 好球 发力 快撕 转 好球 现在他这个总的发挥 跟前面的三局 除了前三局 包括第三局 虽然拿下来 就是三局来相比 现在的这个李小霞 他在相职当中 对方发力 他能扛了 对方正手进攻 他能扛 另外在相持反手的时候 他也一直就是说 他的这种自信 能够一直压住对手 拉斜线 五圈球呢 现在在下圈球当中 他也有快有慢 就这个状态 你一看 马上这个人啊 就活跃起来 活跃起来 主动起来 然后你看他就一个擦网球 他都显得很灵活 对 人在那个木难的时候啊 就那个擦网 都觉得很笨拙 对 人紧的说啊 这两条腿啊 他云南经常自己拍着自己的腿 打自己的腿说 哎呀 不听使唤 往下坐 往下沉啊 是 往前抬 现在比分是9比4 4比9 现在李小翔呢 又拿下第4局 当比1领先 我们还是休息一下 继续为您带来这场女单决赛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这场女子单打决赛 现在李小翔是3比1 局数领先 这场球我觉得吴嘉都呢 整体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他的活杀还是不够虚 对 但是他也就那些 也就这样了 是因为吴嘉都他本身的特点 应该说他也是比较稳的 属于是吧 属于相持啊 靠相持得分 对吧 他在第一局里头 其实也不是他的特长技术 但是他就是说 他没有办法的办法 采用几个发球啊 用阵容联系图击 谢谢 谢谢